你有沒有想過 你死了之後 為什麼會負責他身上呢 我真的不知道 蕭俊騰在新西魂窮西門 半野可以跟鬼魂溝通的心理師 而在現實生活中 老蕭從小也有靈異體質 我小時候不是看到 所謂那種針子 或什麼咒願那種鬼 不是那種鬼 從來沒看過那種鬼 我就是會看到一些神明 然後一秒鐘 然後突然消失這樣子 而且就連阿嬤過世 也都沒有察覺 我爸媽看著我的狀態 他覺得我是一個鬼 他覺得我是一個 他覺得我是一個惡魔 我父母親 因為他沒有 他沒辦法想像中 自己的家人去世之後 你竟然 你竟然一點反應都沒有 不僅沒反應 甚至還跟朋友出去玩 但其實這時候的蕭敬騰 阿嬤已經過世了 我要講的是 我每天看到我阿嬤回家 我不知道他怎麼 在訪問你 每一天回家 然後坐到他 每天會坐在那個椅子上 每一天 所以我不知道我阿嬤怎麼 我發誓 直到頭期後 他確定阿嬤離開 才整個人低落大哭 這一次有靈異體質的老蕭 首部電視作品 剛好跟鬼神搭上編 是否可以自我突破 也令人期待 三千五牛扁家李慧 台報道